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伤心的消息 整天制造不像话的谣言给黑粉算民们递刀子 让粉丝们伤心无奈的YouTube频道 TiteDocs用索 结束了他短暂的生涯 在韩国饭圈基本无人不知 在海外饭圈也是有很多人知道的YouTube频道 TiteDocs用索 频道内容主轴就是 制造idol们整形偷偷交往人品问题等 总之就是自己的妄想 因此也被很多经纪公司提高过了 但是在调查中因为主张自己有精神疾病 所以也被无嫌疑处理了 总之这个YouTube频道 昨天突然消失了 而因为在频道完全消失之前 TiteDocs用索频道名头像突然变成了Tesla 影片也出现了一个Elon Musk 所以就有网友们认为 频道是被海外K-POP粉丝黑客给到后 下架了所有影片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想到Tiles那家伙会气到发抖就很爽气气 我还是头一次音乐黑客 哇 今天是艾琳 强腕羊 卡丽娜 Winter粉丝们要开拍队的日子吧 这应该是所有爱豆粉丝们要拍手的事情 听说如果向YouTube申请的话 频道就能复活 真的 如果YouTube正常的话 就不要给它处理吧 应该是出现了SM谎样一月股 所以这家伙在避风而已 如果是被盗装后了 为什么不是删频道 而只是处理成为公开呢 希望SM能告证女的 这频道一开始是因为抹黑 捧瘫痠痠痠痠获得了很多流量 所以今天这个消息 真的是让我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傻 这几天一位无脑网友的留言 让Stray Kids粉丝们都非常担心了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Stray Kids将在青岛举办签售会 以购买好激光笔 先照拥抱眼镜 失明是永久性的可放心 剩下的7个人 评论区里先扣 提名最多的成员 再考虑要不要帮忙 我想跟这位无脑说一下 既然要做就做彻底一点 你先用激光笔上一下你的右眼 看看有没有效 再去设你的左 希望JWP娱乐能保护好一人 我差你他妈的 表屁 好 小心 2 0 2 2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